有重机车友在脸书社团PO文指出 本月12日下午5点多与其他车友从东走台68快速道路接台61快速道路往北 到了南辽渔港准备接台61时 行经凤鼻碎道内 因为北上有红绿灯是塞车状态 遇到一炼黑色 BNW会在每一次行进时刻意地先拉开距离然后大补油门 在接近重机时再大力踩刹车 严重危险驾驶 车友们赶紧透过蓝牙耳机互相通报这辆危险的BMW PO文的车友说 为了远离这辆危险的BMW 于是就从中线穿越到前面的停止线 想要绿灯后就赶快加速远离它 没想到这样就惹怒对方 竟然从路间冲到前面想要拦车 抬开窗户将开山刀握在手上 示意要我们停车 重机车友只好加速响它利用车阵甩掉它 没想到BMW也一路紧追 在马路上演飞车追逐的画面 双方一直追到观音交流道 重机悠悠趁对方还没追上来 下交流道躲进工业区才摆脱它 事后凤儿前往派出所报案 对方涉嫌恐吓